你男人还有别的名字吗 没有 当年来京考举一共五个人 里面确实没有叫陈望祖的 不会啊 当年 我男人进京赶考 是民父亲自带着女儿 送他去十里亭的 夫人 随我来 昨夜驸马走后 我吃醉了酒 醒来已是今天早上 我娘说 是我三叔将我背回家的 起床以后就听说 昨夜驸马遇了险 吓了我一跳 我三叔他还真说对了 真的有人想谋害驸马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呀 你问我 应该去问你三叔啊 他在办这个案子 难道他就没给你 透露点什么吗 早上我醒来时 他已进宫去面见皇上 没有见到他 不过驸马放心 案子在我三叔手里 肯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凶手跑不了 那是 这么说皇上也知道了 驸马遇刺这么大的事 肯定会惊动皇上的 包眉兄弟 你回京做官的事情 想得怎么样了 驸马 我今天是来探望您的 调职的事情 以后再说 探望我 咱们俩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不过你的事情往后再拖的话 想回京做官的人 可排着长队呢 drop Root 包眉兄弟 不 包之前 念在我们是同窗 你三叔又对我有恩 博士尽心尽力地在帮你 从中可没有赚你一两银子 这个我知道 包眉感激不尽 只是 但是 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 我跟你之间 还有必要藏着掖着吞吞吐吐的吗 驸马 这一千五百两白银 我是的确拿不出来啊 那好 本驸马帮你拿 那怎么可以 驸马已经帮了我那么大的忙了 再说 那么多银子 我也还不上 我说过让你还了吗 不还 不是白送给我 那更不可了 包面受宠若惊了 不知驸马为何那么关照包面 包之县 对不住了 昨天 小瞧你了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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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这两日 京城接连出了三起命案 当年君州来考仕途的五个人 有三个人躺在里面 您是说 我男人有可能躺在里面 我不会 不管是 可也不想 全部都在这儿 闭得 闭得 奇怪 你 快 闭得 好 回家 娘 娘 你怎么了 伤心了 娘 娘还以为你爹没有 娘 你说我爹都会一百岁呢 那你哭什么呀 娘 你爹活都放着呢 娘 娘 那我爹都在哪儿啊 好生照顾他们 是 马翰 你说那个女人如果说的是真的 那他男人一定是韩琪和驸马其中的一个人 那肯定是那个叫韩琪的呀 韩琪 是个假名的 他就是秦湘莲的男人 岑望祖 那他为什么要用假名字呢 怕被人发现呗 也许人家已经又讨了个小老婆 过上了好日子 隐姓埋名 让秦老婆找不到 这驸马 不就讨到了天底下最好的老婆了 那肯定是什么 包大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包大人 您说这个叫秦湘莲的 不早不晚 偏偏这个时候来找他男人 会不会跟命案 我也觉得奇怪 马翰 去一趟军州 查清楚那五个人的底细 和秦湘莲的身份 马上动身 速去速攻 包大人 您还是换别人去吧 我得令谋高就啊 换个地方吃饭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重点查驸马和那个韩琪 悄悄地查 不能走漏消息 是 把秦湘莲母子留在府里 不要让他们私自寻找 免得节外生枝 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 告诉盐行那个内掌柜的 不许乱说 包大人 府衙内人多嘴杂 还有这吃喝拉撒睡的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啊 你让他住在府衙后院 还有人给你做口饭吃 要不你去军州 我留府里 行 驾 夫人 我们查过了 当年从军州来京 考科举的一共五个人 除了你刚才见到的三个 另外两个人 有一个叫韩琪 那不是我男人 还有一个呢 我只能告诉你 那个人不叫岑望祖 他们俩也被杀了吗 大人 那我去哪儿能找到他们 兴许他们知道我男人的下落 那个叫韩琪的 一年前就不知去向 我们也在找他 不知去向 那不是还有一个吗 你见不到他 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 那我上哪儿去找我男人呀 夫人 你们先在开封府里住下 你男人 我们帮你寻找 告辞 我送 我上哪儿去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找驸马 这是驸马爷请的郎中 给驸马疗伤的 快请快请 驸马爷 郎中到了 驸马 给您换药 您去忙吧 是 您的刀法 还真是精准 我下刀你放心 现在连你也受伤了 就不会有人怀疑 那三个同乡的死 跟你有关系 他们已经到开封城了 谁 秦香莲 在哪儿 昨天晚上你自杀我的时候 他们就在你身后 他们看见你了 没有 不过我感觉 他们在找我 该解决的麻烦 我已经替您解决了 他们找不到你 你知道 是谁让我见到他们的吗 谁 包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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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们母子暂时住在这里 我们不住这儿 站住 没我允许 你们出不去 我们又没做坏事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 这不是大牢 这是开封府的后院 我也住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儿 我还要去找孩子的爹呢 孩子的爹 我们帮你找 这些日子 没我允许 不许出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为你好 你把我们关起来 怎么还成了为我们好了 不要问那么多 以后你就明白了 夫人 你们住在这儿 管吃管住 但吃饭要自己动手 你们就住这屋 自己收拾一下吧 包勉说在路上遇见他们 你信吗 不信 像说书的一样 他就是在编故事 你怀疑昨晚遇见他们 是包勉刻意安排的吗 包勉怎么会认识你老婆 肯定是那三个死人 透露给他的 包勉想干什么 讹诈 他想回京城做官 却口口声声跟我说没钱 如果是这样 包勉一定知道 那三个人是谁杀的 这些都是包勉设计好的 他是在提醒我 别让我小瞧了他 难怪昨天我们刚坐下不久 包整就带着人过来查案子 包整 他也牵扯其中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 那还好办了 能用银子解决的麻烦 那就不是麻烦 包整铁面无私 包勉打死也不敢 让包整知道他的事情 如果包整不知道 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就让包勉 去跟那三个死人作伴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已经够乱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我已经给了他引子 封了他的口 这笔账咱们秋后再算 现在最关键的是 让秦香莲回家去 不要让他再来找我 这笔买卖 你做不做 那要看 给多少两银子了 多少 白银 一千两 比杀人还贵 因为比杀人还难 好 我答应你 我不认识你老包 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跟着包勉 就能找到 好 今日朝政繁忙 孩儿来迟了 还请母后见谅 青女 驸马的事你和娘说了 义儿 是什么人干的 还不知道 包整正在查案 驸马万幸只是受了伤 娘您不用担心 孩儿已经对公主府 加强了戒备 轻女 驸马以后不会再受伤了 娘和我担心的 是皇上 担心我做什么 皇上 臣是美胆小怕事 不敢惹是生非 更不敢得罪什么人 凶手杀他做什么 皇上想过吗 想过了 也许是冲着我来的 没有也许 就是冲着你来的 娘怎么知道 娘不但知道 还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是谁 两位权臣当中的一个 只有他们才敢 义儿 娘在宫中的时间比你长 虽说出身卑微 但这些年在宫中 亲身经历 耳闻目睹 把宫里和朝中的事 看得是明明白白 娘知道不该过问你朝中的事 可娘真的担心你遇到不测 听说你事事都要听那个张子荣的 这个也要变革 那个也要变革 哪一样变革不伤了他们的筋骨 盈儿 你惹不起他们 你父皇都要让他们三分 娘 孩儿不想再替他们做皇帝 娘知道 娘当年也不想做一个装疯卖傻的女人 可娘还是装疯卖傻了很多年 那些想让娘死的人 哪个熬过了娘 益儿 只要你活着 没人熬得过你 天下最终是你的 你父皇当年用一只狸猫换了你的性命 你就要像一只狸猫一样 活得小心谨慎 weird 盈儿 听娘的话 活到最后 才是真正的盈 and 悍尉知道了 张大人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等我 王大人 我们两个人 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见面 别人才不会紧张 我听说昨夜开封城里很热闹啊 张大人 你是说驸马御赐的事件 这开封城从来都是 夜晚比白天热闹 暗处比明处热闹 驸马御赐 只不过是让开封城的夜晚 锦上天花而已 是锦上天花呀 还是敲山震虎啊 张大人 你真把驸马当成山了 王大人 您不会认为这山是我敲的吧 谁敲谁知道 张大人 咱们快进宫吧 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 说久了也有人紧张 行 皇上 皇上 臣有事上奏 说皇上要违背祖制 近日朝间不知哪里传来妖言惑众 革制阴谱 还说皇上要变革科举 还说皇上要金简大宋兵马 昨天夜里 驸马又显现遇刺身亡 朝上 坊间顿时流言蜚语似起 人心惶惶不安 皇上主持朝政有三年了 朝局正日渐稳定 造谣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 见不得天下太平 这个时候稳定是最重要的 臣认为皇上应该立刻下诏书辟谣 安定朝野人心 我知уется 莱大人 尹大人来了 包长 老夫的新加索制成了 结实牢固 拿到大牢里试试 不用试 为什么 做枷锁的人 把自己都给锁住打不开了 更别说犯人 你笑话老夫 尹前辈 您不单单是为枷锁的事来的吧 杀鸡儆猴 老夫说的话 没隔夜就兑现了 听说今天朝上很热闹 马戏班里 又有热闹的戏要开场了 包长 你说这出戏开始前 驸马知道他扮演的是一只鸡吗 肯定不知道 他也许到现在 还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凤凰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您前辈是来提醒学生的 又是一场争权夺势的游戏 离远点 别让人把你当成一只鸡杀了 谢谢您的提醒 尹前辈 今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案子比您想的还要复杂 这是什么 秦湘莲是什么人 行 行 那个做官的杂是黑的 吓死我了 做官的都是黑的吗 要都是 咱们找到我爹以后 别让他做官 像个鬼 吓人 娘 饭好吃 你怎么不吃呀 大人 也不知道做得合不合您口味 好吃好吃 那您就多吃点 大人 有个事想问问您 什么事情 你说 你们怎么一直不告诉我 另一个人是谁呀 他在哪儿啊 那个人不是你男人 打听到也见不着 那奴家男人的三个铜窗 到底是什么人杀的呀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不正查的吗 你问这干什么呀 奴家这也是瞎担心 万一我男人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办呢 要不您行个方便 放我们出去找找吧 你们到哪儿去找 街上啊 我们来回转转 总能碰到的吧 你男人有可能是 那个叫韩琪的 我们也在找 比你还着急呢 你们找他干什么呀 他有杀人嫌疑 我想说我再来 你们有杀人 看着 Gulag 你怎么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 缅儿 这下雨了 你到哪儿去呀 这么多年没回来了 我去街上逛一下 早点回来啊 好的 娘 走了 嗯 放上啊 来看看啊 来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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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快 没得高放得远啊 工商 多少钱卖啊 三文钱 来一个吧 你 快 隙子 快 怎么样 娘 那个人睁着眼睛打呼噜 我也不知道是睡着了 还是没睡着 娘 他们为啥不让咱们出去找我爹呀 他们也在找你爹 他们为啥找我爹呀 你哪那么多为啥呀 咱们不找你爹了 为 为啥 你爹现在惹了麻烦 如果咱们找到他 反而是害了他 到时候你就真的没爹了 娘 我爹有了啥麻烦 娘也不知道 娘 找不到我爹 我也没爹了 走着 我爹 该怎么做 朕想把科举还给王延龄 让他主持 他们已经行动了 刺杀驸马 这是杀鸡敬猴 如果再一意孤行 他们就要杀我这个猴子了 皇上 您不是猴子 您是老虎 是临终之王 他们敲山震不了您 朕这些年被您哄的 还真以为自己是只老虎 都忘了自己的性命 是用狸猫换来的 朕不是老虎 是只病猫 他们才是临终之虎 想要撕了朕 不非摧毁之力 皇上 这个时候您示弱 只会大涨全臣的士气 皇上 如果说我爹和王延龄是老虎 那么他们也是老了的老虎 朝廷里的文武百官 正在隔岸观望您和这两只老虎的决斗 如果您认输了 他们一定会重新臣服于我爹和王延龄 到那个时候 您就真的成了一只病猫 只能任人撕扯了 那你会撕了朕吗 那你会撕了朕吗 皇上您为什么这么问 爹 您找我有事 前天驸马遇刺 今天朝上就有人逼皇上下诏书辟谣 你是怎么想 意料之中 是你的意料之中 还是皇上的意料之中 用脑子想事情的人 都在意料之中 发生这些事情 一点悬念都没有 没有悬念 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你们难道没想过吗 想过 那你告诉爹 现在我该站在哪个队伍里 您没有选择 您只能和王延龄站在一起 您想像尹若昭一样 做个谢甲归田的闲人 但您做不了尹若昭 我跟王延龄 你们动哪一个 都是鸡蛋碰石头 居然还敢让我们两个联合在一起 我劝你们 现在停下来还来得及 真逼得我跟王延龄联手的话 到那个时候 你们才是骑虎难下 我真想不明白 你们有什么本钱 居然敢跟我们两个 叱咤天下大半辈子的人 对着干 年轻就是我们的本钱 你会为你的年轻付出代价的 五颗 三颗 我们今天我们家被救出 我先把他家庭 去把他家庭 把他家庭 那个呀 而是 那个 王延龄 知道 我再把他家庭 家庭 都吃了 不一八预 就算 Hernandez 有一个人 我还没连适 准备遭人刺杀 今日朝堂至上 王延龄的同伙 又公开逼皇上收回新政 皇上害怕了 想要妥协 宫已经拉开了 箭就得射出去 朝廷的百官 都在眼睁睁地看着皇上这一箭 皇上绝对不能退让 您想让我做什么 给皇上力量 此事只有你能做到 婶婶 敏儿 敏儿 你都要急死婶婶了 我正要上街去找你呢 婶婶 婶婶 我三叔回来了吗 回来了 饭菜都上桌了 就等你了 婶婶 昨晚吃醉了酒 我这一天心里都慌慌的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我三叔给我讲道理 一会儿他说我 您可得帮我 放心 他要是敢跟你讲道理 我和你娘就给他讲道理 嗯 走吧 我和你娘的想法 要是哪一家人 卢 行 用膳了 朕不吃 端下去吧 朕不是说不吃了吗 我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 皇上要是不吃的话 那朕儿就吃了 你说你肚子饿得没力气 为什么看着朕不吃 看着有人吃得香 朕儿就有力气了 假话 竟会说好听的哄朕 皇上不爱听 那我以后就不说了 要说 你说的朕都爱听 那朕儿以后只说哄人的话 给皇上听 朕从小就说不过你 为什么突然来看朕 想皇上了 还是假话 是子蓉让你来的吧 蓉儿让我来是真话 想皇上了 也是真话 朝廷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蓉儿跟我说了 是她让你来逼朕的 你也想让朕冒险 不是 那你想让朕妥协 也不是 朝政的事情 周儿一个女人不懂的 不能乱说 扰楼皇上的决断 两个孤单的人 在孤单的夜里 一起说说孤单的话 心里兴许都会好过一些 你 周儿 你知道朕这些日子 总想起什么吗 朕总想起刘太后 当年她把朕挡在身后的时候 朕在背后看到的 都是她的不好 如今朕孤零零地站在前面 才知道她对朕有多么重要 没有了遮掩 朕孤零零地站在太阳下 也没有遮凉的阴凉 朕如同一只雏鸟 刚长出翅膀 却没有落脚的树枝 朕飞也不是 不飞也不是 朕不知 朕不知倒该怎么办 翊儿 我也是一只无处落脚的鸟 诺大的林子 没有一只树枝是我的 朕最难过的就是这个 对 比朕自己没有落脚的地方还难受 其实我们都错了 我们 就是彼此的树枝 上面不但能落脚 还能落我们的心 心有地方落了 我们就一点也不孤单 对吗 翊儿 鸟儿长出翅膀 就要到天空中飞翔 不要害怕 树枝上有的是力气和胆量 三叔 有事情吗 敏儿 三叔 您怎么没有跟我讲大道理啊 您不讲 我这心反而更慌了 您还是讲吧 讲完 我能睡个踏实觉 讲什么道理啊 就是 昨夜我宿醉 您背我回家的事 敏儿 你说得对 你已经是大人了 三叔要讲的道理你都懂 三叔再讲就是喋喋不休了 三叔 您说的是心里话 发自肺腑的 发自肺腑 太好了 三叔 您是怎么想明白的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娘跟我婶婶 在您面前喋喋不休 把您给讲怕了吧 对了 三叔 驸马遇刺是怎么回事 修手查到了吗 敏儿 昨天驸马为什么要为你接风 说实话 还不是因为您 跟我有什么关系 您忘了 当年要不是您查清了张子勇舞弊的案子 为他洗脱冤屈 他就没有今天 那驸马为何又提早离洗澡了 您这样一说 当时他确实有点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了 当时我们聊得正欢 他神情紧张 突然就匆匆离去 神情紧张 对 你们说什么了 敏儿 告诉三叔 这个很重要 他笑话我 是个冒着土星味的七品芝麻小官 只知道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他说 他在跟我讲围观之道 那他为什么又匆匆走了呢 他说 公主在家等他 他得赶紧回去 公主在等他 对 还发现什么端倪没有 好像没有了 敏儿 自杀驸马的案子很复杂 这些日子 最好不要跟驸马走得太近 以免惹上麻烦 优优独的 全世界 还是缺 喝过了半杯的酒 是空还是满 初心总是比结果 看上去热情大方 真相还是真相 从来就简单 远过了一半的戏 是真还是梦 唱出了一半的歌 是悲还是花 未来总是比过去 看上去更美丽灿烂 人生 人生本就是梦宽 不要说江湖爱很凉 江湖爱很凉 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 大江东去 只有下了风 有任务千古流传 就算 有传 远过了一半的戏 是真还是梦 唱出了一半的歌 是悲还是宽 未来总是比过去 看上去更美丽灿烂 人生 人生本就是梦幻 不要说江湖爱可两难 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 大江东去只留下了风流 人步 千步 流传 流传